余溫一匙接著一匙 另一端風力發電機 依序排成一整排 這一路濱海風光 來到這裡 靠近再靠近迷彩圍牆 還有迷彩建築物 在一片余溫中拔地而起 這一棟看似均用的建築物 直擊挑戰頂樓視野 放眼看去周邊 就是一片看不到 鏡頭的余溫 直擊這一棟 濃濃軍事風的建築物 看來看去 卻連一個軍人都沒有 這一棟軍用建築堡壘的房子 就出現在彰化方苑 靠海的村落 不只迷彩外觀 大門還設有崗哨 不過大門另一側 答案揭曉 原來這裡是彰化縣養殖協會 畢竟這邊空間年代久遠 然後協會畢竟也是 非營利單位 所以就算是很多漁民或會員 就想說讓這邊有個辦公的地方 協會租用代管這一棟前身是海巡 雷達站的建築物 從Google街景回溯 二零一二年時建築外牆 與圍牆濃濃的迷彩風 十一年後二零二三年 仍保留迷彩風 出現變化的則是一旁多了 風力發電的風機 過去就是軍營 但是沒那麼多經費整理外面 所以保留原始的迷彩 我就有一次就是 穿著我以前舊的迷彩內衣 過來工作的時候 漁民看到我以為說辦公室 怎麼還有派駐軍人 類軍用設施活化 搖身一變 有民間單位進駐代管 讓彰化方怨這片人煙罕製的餘溫中 多了一點人味 三連星期五 彰化 綜合報導